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着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7号这一期啊 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虽然目前啊,双方战线上变化不大 但是啊,随着乌军的军事援助逐步到达战场 俄军还是显现了一些相啊 俄军啊,又吃亏了 一位俄罗斯航空博主 报道了一架俄罗斯苏34战斗轰炸机被击落的消息 两名飞行员已经死亡 前两天特朗斯基在卡索菲亚尔上空击落了一架苏25 今天又击落一架34 这个说明什么呢 恐怕说明乌克兰啊 挨国者防空导弹又多了起来 乌克兰已经从盟友那里收到了一批新的挨国者防空导弹 西班牙国防部长马格丽罗 罗伯斯证实起作用了呗 另外根据这个乌克兰的军事情报局证实 一艘俄罗斯巡逻艇在克里米亚被摧毁 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 第十三集团 一架威武攻击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一艘高速巡航军罗艇 这个大家都知道黑海舰队还仅层的几艘水面舰艇 都已经躲到金罗西斯克藏在那儿 但是在克里米亚半岛 瓦斯托布尔这些 还是有一些军罗艇小型的水面舰艇 就是乌军也没打算放过 能炸一艘是一艘 根据这个前线报道 乌克兰军队在巴克莫特附近的伊万尼夫斯克以南发动了成功的反击 利用无人机和自杀无人机的打击 击退了俄罗斯的进攻 并将其逼退500米以上 为了稳固前线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 花了两天时间视察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方向进行防御的乌军部队 现在俄军中兵力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俄罗斯军队凭借在人员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的数量优势 正试图脱破乌克兰的防御 并向库拉霍夫和波克罗夫斯克大型定居点挺进 这是在前线双方的一个情况 在后方双方也较量继续在进行 俄罗斯比尔格莱德州官方6日宣布 该州两辆运送公司员工上班的汽车 以及另一辆小汽车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目前已造成6人身亡 35人不同程度受伤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该委员会将调查该事件并查明参与犯罪的人员 这是俄方的报道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俄方所说的 公司的员工是伊朗的无人机专家 这个车队上面拉的是伊朗的 专门帮俄罗斯训练无人机的教官 大家知道在比尔格莱德州 有一个大型的无人机培训中心 这个就是使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 所以伊朗人就在这负责培训 这次惨遭袭击 不关这些外国的专家遭到乌军的打击 今天晚上流传一个消息 俄罗斯的名将拉平上将 这个拉平上将大家都熟悉吧 虽然目前下落不明 但是曾经当个教总司令 在比尔格莱德州负责剿匪 再往前他当什么南部军区总司令 他是负责哈尔科夫 伊九姆那个地方的俄军 结果被乌军一个反击 吉尔斯基一个反击 打得落花流水 落荒而逃 以至于把车程的网红部队 人家是督战队 在后方20公里处 结果都变成了前沿 遭到乌军的包围 审视惨重 所以这个卡德罗夫扬言 要把拉平枪毙 就是这位拉平将军 他的爱子叫 丹丽丝拉平 据说已经去军事化了 5月3日凌晨4点左右 乌军用海马斯发射了一枚 陆军战术导弹 精准击中了俄军指挥部 丹丽丝拉平将军 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成为了普京口中的耗材 这个丹丽丝拉平 虽然他是名将之后 但也是靠自己努力 他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58极端军的一个什么坦克营 营长一路升迁 他不像其他的高官 什么拉夫罗夫 什么佩斯科夫 甚至美德维杰夫 这些人把自己的儿子 都已经不知道藏到哪去了 在国外花铁酒地 但是拉平将将 把自己的儿子 丹丽丝拉平送到前线 跟这个乌军争刀争枪的干 2022年6月 拉平还亲自到前线 火线给他儿子发了勋章 这个我记得咱们节目还介绍过 结果短短的两年 丹丽丝拉平就没有了痛苦 从此再也不用报那些虚假的数字 而烦恼 虎妇无犬子 善政父子兵 你看看这个体现的淋漓尽致 说实话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但是为侵略而死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有的叫什么众如泰山 有的是轻如鸿毛 保驾为国而死那叫众如泰山 侵略而死那叫轻如鸿毛 这个区别大家还是要知道的 这是前线的一些情况 先比较前线而言 这个外交方面 俄罗斯国内那就是精彩分成啊 简直是闹剧啊 一出又一出啊 首先一个是今天普京要宣誓就职 也就是今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举行这个就职典礼 虽然这个典礼毫无新意啊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叫佩斯科夫说啊 这就是个形式 普京总统啊要按照俄罗斯宪法 按道理就这么个形式啊 把各个国家住在莫斯科的这些大使使团 加上俄罗斯各界人士啊 本届政府啊 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其他的什么俄罗斯的这什么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这些勋章获得者啊 邀请一批人在那看一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对吧 再受累啊 再干几年 下一届不能这样了 已经连干五年了 这很累啊 很辛苦啊 请允许啊 让普京休息 既然你们选了 那我就要鞠躬尽瘁 要为俄罗斯人利益 对吧 要为了俄罗斯国家继续工作 本来这就完事了 结果有一些不友好国家啊 非常扫兴 首先啊 英国外交部说啊 英国不会派其代表参加俄罗斯总统 普京的就职典礼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他也说啊 说虽然美国承认 普京继续担任俄罗斯总统 虽然啊 华盛顿认为 俄罗斯总统选举 不够自由和公平 但是啊 他们还是勉强承认啊 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 但是 美国不会派出代表 出席五月七号举行的新一届 俄罗斯国家元首的就职典礼 这个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发言人 立即声明啊 说欧盟驻俄罗斯大使 将不会出席 普京总统就职典礼 这下就热闹了啊 包括德国 波罗的海国家 还有波兰 立陶宛纷纷表示啊 不会派代表出席 普京的就职典礼 在他们看来啊 如果他们派这个代表 去参加普京的这个就职典礼 那就相当于 给予普京的合法性了 因为他们是不承认 普京当总统的 因为俄罗斯啊 不仅宪举程序啊 得不到美西方的认可 关键他还在 占领的乌东四个州上面 搞宪举 那这美西方肯定不能承认 所以这个也让普京添堵啊 大喜的日子 本来大家来热闹 互相给个面子 打归打嘛 结果这些人 这点面子都不给 我想啊 普京在举行就职典礼之前 实际上是向这些国家啊 都发出了邀请 但是这些国家 恐怕都不打理 普京一怒之下 就把乌克兰的这些 现任的和前任的总统 以及领导人 重要官员 全部列为通缉犯 这个是有因果关系的 这俄罗斯人就这样 压滋必报啊 你不承认我 那我就不承认你们 收拾不了你们美西方 难道还收拾不了乌克兰吗 你看 所以说啊 前几天 是不是俄罗斯的什么内政部啊 就对泽伦斯基 发出了通缉 莫名其妙啊 简直一笑大方啊 不过也有另类啊 这个根据罗特社报道啊 说法国派大使出席 俄罗斯总统 现在就这这里 为什么呢 这个也就是凸显了 法国他跟美西方 他好像调子 还不是完全一致 尽管法国认为 俄罗斯的这个选举 违反了国际法和国 联合国宪政 但是他们还是决定 派大使啊 出席这个就职典礼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佩兹克夫表示 普京将为俄罗斯总统 就职典礼做准备 普京将主持一系列活动 内部会议和其他会议 佩兹克夫啊 他也没有说明啊 他所说的这会议 到底是什么会议 给人感觉好像就是 普京啊 开这个会 开那会 顺便举行一个就职典礼 在开会之余 找个时间宣示就职 也不能怪普京 也不能怪俄罗斯人 主要他们这一套 玩的太多了 大家疲劳了 审美疲劳啊 无非又是说一些啊 再给我多少年 我还你多少个俄罗斯 就职典礼啊 遭到冷落 定于5月9号 莫斯科胜利日啊 这个瑞宾市 好像也没有什么国家人来 本来这个对 俄罗斯来说啊 又是个大事啊 说目前只有八个国家 领导人出席 哪八个呢 白俄罗斯 哈斯克斯坦 吉尔杰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图库曼斯坦 古巴总统 老欧总统 几内亚比少总统 这八个 其他国家居然都不参加 这个也太寒碜了 怎么普京就混到这地步呢 这伊朗的总统 叙利亚的总统 这个对吧 朝鲜 这些都在家闲着没事啊 完全可以去一趟 他们又不忙 他们去哪呢 所以说啊 只能说普京啊 人品啊 家里办个席啊 请人都请不到 你看请来的 这什么白俄罗斯 哈斯克斯坦 吉尔杰斯斯坦 这些国家 但凡你办席 这要免费 他肯定都要去吃一顿的 不吃白不吃啊 闲着是闲着 因为毕竟他们国家不富裕啊 这个卢卡申哥 你只要管吃管住 他住在莫斯科都没毛病 天天在莫斯科都可以 这就叫得道多住啊 失道寡住 俄罗斯啊 动不动就耍流氓 动不动就拿核武器出来 你说这样的国家 谁愿意去给他捧场 连捧臭脚的都没有 花钱请人都请不来啊 车接车送 飞机接飞机送 管吃管住 人家都不去 说到讹诈啊 核威胁 说来就来啊 当地时间六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公告称啊 根据总统普京指示 俄军总参谋部 已开始筹备 将于近期举行的 南部军区 非战略核力量演习 公告指出啊 演习的目的是 保持部队人员和装备 在战斗中使用 非战略核武器状态 而且他明确说了啊 此举是为了回应 某些西方国员 对俄罗斯联邦的 挑衅言论和威胁 并无条件确保 俄罗斯领土完整和主权 这回啊 不仅是威胁 要使用核武器 这回要演习了 在自己的领土上 再炸两颗战术核武器 这个就是跟咱们说的这个 街头小混混打架一样啊 先捅自己两刀 就问你怕不怕 你看 俄罗斯啊 现在自己 靠近乌克兰边境啊 扔两颗战术核武器 就问你怕不怕 那这回 又是谁刺激了俄罗斯呢 原来这么奇迹败坏 表面上看啊 跟美西方援助乌克兰 以及美西方的言论呢 有关系 但实际上 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啊 首先跟俄罗斯的外交部说啊 即将出现在战场上的 美制F16战机 将被视走核武器运载工具 俄罗斯人说啊 无论F16战机 经过了怎样的改装 但是不能改变 它是核武器搭载机的事实 那言下之意就是 美西方援助乌克兰 这个核载具 那也是向核战争升级 所以我要进行 战术核导弹的演习 美西方援助乌克兰 F16就被视为是核挑选 就是俄罗斯外交部 召见英国和法国 驻俄罗斯大使 为什么是召见他们呢 一个就是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 在基辅说啊 乌克兰可以用 英国援助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那关于法国呢 那就是马克龙说的 要不排除出兵乌克兰 俄罗斯外交部啊 对此予以抗议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 佩斯科夫说啊 这是围绕乌克兰冲突 紧张局势的直接升级 有可能对欧洲安全 和整个欧洲安全框架 构成威胁 我们在官方声明中 看到的这种紧张局势 升级的危险趋势 也确实也令人担忧 西方的武器啊 可以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 那可就不是无人机了 乌克兰自己研发的那无人机 毕竟威力啊不够大 对俄罗斯的伤害性呢 不是太大 侮辱性比较强 如果是美西方援助的这些武器啊 那对俄罗斯伤害性极大 侮辱性极强 拉夫罗夫谴责这个英国啊 他说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 并没有后悔自己的言论 他不知道这种感觉 对法国马克龙啊 拉夫罗夫说 呼吸着谢居人般的恐恶症 指责马克龙试图利用俄罗斯 获得欧洲领导地位 马克龙啊 他对俄罗斯人的这种回应呢 感到很兴奋 马克龙说啊 俄罗斯的焦虑表明我们是对的 对俄罗斯保持战略不确定性 战略很有效果 不应该披露任何计划 不让克里姆林公知道西方的底线在哪里 尽最大程度 推射俄罗斯 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5月5号啊 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宣布 俄罗斯中断与波罗的海三国之间所有联系 什么意思呢 波罗的海三国啊 他要把波罗的海啊 说要给封锁起来 实际上就是封锁他的 加里林格勒那个港口 所以这下惹恼了这个俄罗斯啊 土大地啊一怒之下又要扔这个煤气罐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也得千江附会 为什么呢 无论是卡梅伦还是马克龙 还是波罗的海还是F16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又不是干出来 为什么普京着急忙慌的5月6号 昨天啊宣布要进行战术核武器的演练 要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边境地区啊 扔他两颗 实际上还有深层次原因啊 深层次原因就是大国啊 访问欧盟 大家都看新闻了吧 大国到了法国 跟马克龙还有欧盟文会主席 冯德兰啊举行这个会谈 冯德兰呢 别的不说了啊 就在核武器这块 是高度称赞大国 他说啊 相信大国将缓和 俄罗斯的核威胁 所引发的紧张局势 他认为大国在降低 俄罗斯不负责任的核威胁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龙说啊 欢迎大国做出的 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以及严格控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的承诺 这个跟咱们说的一样啊 咱们在节目里面说的大国肯定要控制这种能够帮助俄罗斯提高它的军工能力的这种商品的出口 大国和俄罗斯的外贸结构要调整 该卖的要多卖 不能卖的坚决不卖 就这么简单 骂归骂啊 你看这回到了法国 跟马克龙保证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以及严格控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的承诺 从这些报道来看啊 大国和欧盟以及马克龙啊 就俄乌战争这个事情 聊的还是不错的 就大致大家思路或者是观点 恐怕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这个引起了普达迪的不快 普达迪认为啊 你们在那儿含着热闹 把我当筹码 把我当案板上的肉 想怎么捏怎么捏 所以啊 他一怒之下 突然临时决定啊 将如近期举行非战略核力量演习 哪有这么巧合的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按照俄罗斯人的说法 是为了回应英国首相 法国总统 还有什么F16 波罗蒂海这些小国家 这些可不是昨天的事啊 马克龙说要出兵都出了两月了 F16都说了半年了 怎么他以前不生气呢 突然昨天就决定 立即举行非战略核力量演习 这个是针对谁 那不就是普京投人的事字 明白着的吗 也有很多人啊 不理解 他认为千江府会 那大家回忆一下啊 在2022年10月份吧 在召开的这个G20峰会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没参加 剩下19个国家达成一帜 核大战打不得 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没有赢家等等 在这个之前 舒尔茨啊 到大国访问 访问完这个回到德国 他引以为傲的一个成果就是 与大国达成了一帜 坚决不能打核战争 一起来对俄罗斯施压 不能打核战 被舒尔茨引以为傲 达成一帜啊 因为那个时候 德国跑到大国访问 这美西方还在批评 说他对大国软弱啊 结果舒尔茨说了 我去达成的重要的一帜 就是不能打核大战 大家回忆一下啊 好像是2023年3月份吧 大国去俄罗斯访问 但是谈的就是不能打核战 大国前脚走 后脚普京就宣布在白俄罗斯 部署核武器 这就是大力 你看这次啊 大国又第三次斡旋 核武战争 跟冯德兰跟马克龙 都谈到了核武器 核战 刚达成一致 找到了共同语言呢 大家关心的事情 结果是普达地 立马宣布要认煤气罐 你们在这儿谈 不带我 那我就掀桌子 就这么简单 所以啊 没有那么多巧合 针对性极强 当然了 相比较俄罗斯的核威胁 要认煤气罐 相比较这些而言啊 普京啊 还祭出了另外一招 哪一招呢 就是加强对黄俄的统战 这个比人核武器啊 还厉害 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啊 他说5月6日 俄罗斯哲学家 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 亚历山大杜金 开通了自己的微博账户 而且在B站上啊 开了账号 并发布了第一条视频 这个杜金强调啊 他出现在这个平台上 实际上就是他出现在国内 社交媒体平台上 既与欧乌冲突和对抗 美国霸权的时代背景有关 同时也想与中国受众更好的沟通 今日俄罗斯啊 对金此举表示祝贺 并祝愿他事业成功 同时啊 今日俄罗斯也建议粉丝啊 多关注杜金 俄罗斯当今 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动态 这个杜金是什么人 咱就不用多介绍了 新欧亚主义的奠基人 新欧亚主义 大家也知道啊 可以百度一下 到底什么思想 他被号称是普京的大脑 是不是普京大脑 这个不太好说 但他绝对是俄罗斯上层的智囊 这个没毛病 多金说啊 虽然欧乌冲突两年有余 但是很多人对当前的局势 任缺乏深刻了解 那这指的就是大国的人 他认为大国的人呢 对当前局势缺乏深刻了解 他希望能与大国的朋友们 进行深入交流 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俄罗斯 并认识到世界人民 共同反抗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重要性 杜金还说 近期注意到有一位中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 在西方媒体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文章 认为俄罗斯必败 这个咱们也介绍过啊 就是复旦大学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玉军教授 人家说了俄罗斯必败 而且列出了原因 杜金这个时候跑到国内社交媒体 来进行统战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某种程度上说 第一个本来是幕后人物 杜金实际上就像一个幽灵一样的 他在控制黄鹅 他在给黄鹅洗脑 有黄鹅在台前 比如加特老师 比如那些好多专家 军事专家 有他们在国内互联网 或者叫简体中文圈 护风换雨 颠倒黑白 把这个大国跟俄罗斯绑到一起 他本来的主张是 把大国往南移 你们往南挪一挪 中间啊 黄河以北做缓冲区 完了你们去印尼 那地方多搞几块地方 按照杜金的理论 下一个要收拾的就是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的威胁 恐怕比乌克兰还要大 就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创世人 他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他就不停的制造 什么下一个国家是谁 俄罗斯如果倒了 下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他本来是要肢解中国 现在因为欧乌战争啊 全世界都在共同对抗 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这个时候他孤立无援呢 这个时候想起了这个 还有黄鹅啊 可用 就像斯奇 建了伊核团一样的 还有这么一群傻叉 所以杜金就开始不停的煽动 中美对立 美国先对付的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为了保护中国啊 先打头阵 反对美国主义霸权 我们在美国主义的 美帝的霸权之前 之下都是一样的 那我俄罗斯先来 你们中国要跟上 我倒下来 下一个就是你 这一套理论啊 杜金在幕后在宣扬 鼓动向外出口 主要是向南出口 然后这个家头老师 看到了如后至宝啊 他这个理论呢 有一个天然漏洞 他就把大国和俄罗斯绑一块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大国和美国是势不两敌的 势不两立啊 不共戴天 所以我说第一个啊 这个幽灵啊 现在跳到前台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大国啊 黄鹅的这一套已经不行了 这个幕后的这个主使啊 发现这黄鹅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香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已经败下阵来了 复旦大学的风雨军呢 人家一出手都没怎么宣传 这黄鹅就挖解了 俄罗斯必败 所以这个幕后的主使啊 没有办法 只好亲自跳到前台 这个家头这样的人不行啊 骗钱可以 在国内啊 再骗这些小黄鹅 好像不灵了 票房都骗不到嘛 大家想一想 这个绝对不是偶然啊 是因为杜金一发现 这些人全是嘴炮 指望他们不行了 只好亲自赤泊山镇 来中国的世界媒体上 亲自做宣传 搞统战 大家想想是不是个 这么个道理 第二个呢 就是这些社交媒体 为什么能永属这样的人 对中国不友好的 这么一个人 可以公然开个账号 在这鼓吹 要把中国跟俄罗斯绑到一起 咱们的外交方针是 三步啊 不结盟不对看 不针对第三方 结果这么一个在俄罗斯啊 既是知识分子 专家又是学者啊 又是官员 因为他是擅数房行走啊 他又是学者 这么一个特殊身份的人 怎么能容忍他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开个账号 公然的给这些黄鹅洗脑 按照胡锐进老师的说法 这不就是放弃了 自己的舆论阵地吗 而且他宣传的这些 跟咱们的外交政策 先违背啊 他公然呼唤 这大国跟俄罗斯结盟啊 要针对美国啊 所以这个啊 动向值得关注 是不是大国有一部分人 一看黄鹅在前面顶不住了 只好把这个鼻祖啊 后面的祖师爷 搬到前面了 这是不是背后有什么考量 这不好说 大家要关注 但是至少令人欣慰的 说明这个 如果我们把前面 作为第一阶段呢 那这个第一阶段啊 广大有良知的 这个网友啊 还是占了上风 黄鹅别看他 好像在网上身影大 实际上是没有力量 大家都知道 他们睁着眼睛说下话 他们连背后的主子 都不满意嘛 甩开他们跳到前台 杜金亲自到社交媒体上来了 那还要家头干什么呢 这家头应该感觉到危机啊 有人来抢他的流量 不知道家头会不会被刺杜金啊 这不一定啊 为了利益啊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 说不定家头要反戈一击啊 抢家头的流量 那绝对不用说 要垄断这个爱国生意啊 所以这个值得关注 我反而觉得啊 杜金到大国的社交媒体上 开账号 凸显了啊 这个俄罗斯是在走下坡路 前驴即穷 所以我一直说啊 这早投降早受益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